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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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要把時間 交給這幾位跟我同工的partner 來分享他們在 進行這一項工程當中 他的感想 我今天是當一個義工 那我原來是 新希望基金會的義工 那在七年多前呢 其實就在台東進行一個計劃 叫東光計劃 那進行到去年的時候呢 想不到這個雲端愛燕 這個計劃呢 竟然也早上午 所以剛好這個平台呢 早上午說要撒見這個雲端的平台 我覺得那根本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到了九月中的時候 連個影呢都沒有 然後找了一群義工 大家坐下來說 我們要做一個平台 然後呢必須要在五十二天 裡面完成 大家就開始討論 然後大家討論都不敢 沒有一個人敢說 我能不能做什麼 因為大家都是義工 白天上班 晚上大家一起聚集下來 然後討論 結果回去之後呢 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有一個自己開公司的這個 資訊公司老闆 然後我去跟他太太說 開什麼玩笑 你現在搞什麼 那個東西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但是事後跟我講 所以我們沒有一個人敢說 他可以做這個平台 然後呢 這個好不容易找到一個 敢死 敢死部隊 一個團隊呢 他願意答應我們 來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說呢 這件事情沒有一個投入呢 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公司請假說 那我有兩個月的時間 專心做這件事情 公司說不准 我說不准 那沒關係 我覺得這件事情 太值得做了 我覺得不做了 人生的一輩子呢 不做太可惜了 而且我人生開始打下半場 再不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呢 實在太枉費了 所以我就跟公司說 那不能夠讓我請假 那我就辭職好了 所以我就辭職 專心做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這個 完全從頭到尾 完全是million 不可能的事情 我隨便舉例 為什麼不可能 你知道我們現在總共 完成了89個心願 那其實 超過的那個價值就不用算了 我說可以 可以稍微算出來的價值 大概超過3600萬 那你們知道 現在上面有義工有多少嗎 上面義工有5000位義工 有5000位登記 他們要成為義工的 有5000位 那其實呢 除了那麼多的企業 他們來完成這些願望之外呢 其實還有很多零散的捐款 可能也沒有人知道 到底有多少 大概將近200多位零散的捐款 這零散的捐款加起來呢 也有好幾十萬 好幾十萬 將近六七十萬左右 六七十萬 這都是看不到的 但是我覺得這些 代表其實在背後有 許許許多多的愛心 包含許許多多的志工 那我覺得 當我做了這個雲散二宴的時候 其實是讓我回想到 我七年多前我來到台東 其實我就有一個願望 就像這邊所看到 一百二十個夢想一起飛 我們那時候有個Slogan 叫做 給孩子的夢想一雙翅 我們就是願意給孩子的夢想 給他們一雙翅翅 所以我那天去慈善國中的時候 我跟孩子說 其實不是我們能夠幫你們做什麼 不是 新希望基金會 不是某某人 而是你們自己 你們幫自己 爭取了你們的夢想 因為你們敢把你們的夢想講出來 敢把你們的夢想提出來 因為你們敢說 你們敢做夢 才有圓夢的可能 所以其實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看到有許許多多 非常有愛心的企業家 個人 在這個過程裡面 大家只有因著愛的緣故 就是沒有任何的怨言 也沒有任何的 分任何的種族 黨派 還有地方 那我覺得完成一件不可能的任務 那我希望 繼續幫助台東的 從孩子到謝敏 能夠給台東的 所有的百姓 給他們一雙夢想的赤 讓台東的每一個 我們的謝敏 每一個人都有夢 而且這個夢可以成真 我想我們這個團隊 就是要幫助台東的謝敏 完成這個夢想 所以雲端二宴 我覺得才開始而已 那盼望在座的每一個 不論過去有沒有參與 我想從這個門走出去之後 我們台灣就成為雲端愛宴的志工 你也成為一個可以幫助我們台東謝敏 給他們一雙夢想很吃飽的那個推手 我想再次謝謝 這個小燕給我這樣的機會 那也謝謝縣長讓我 能夠從民間企業 能夠轉到空部門 讓我們可以持續的圓夢 謝謝 其實我們最近 在台東碰到我們的 校長朋友們或者是老師們 最近常常會問的一句話 就是你們學校圓夢了沒啊 你們的圓夢計畫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呢 這一群人就開始要討論 明年我們的夢想會是什麼 可見喔 這個雲端愛宴在我們 教育界其實已經變成一件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其實教育本來就是一連串的 感動的一個過程 然後呢欣賞這個 朱中慶的打擊樂團 在都市可能是一件很普遍話 很生活化的一件事情 可是對於我們池上啊 這個比較偏向的一個地區來講 其實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但是這個夢想呢 其實我們當初提 小朋友提的時候 其實大家那時候 其實心裡面都會想 每個學校120個 每個學校呢 全台東有120個 能實現嗎 可是真的 那種力量真的很可怕喔 有愛真的可以改變一切喔 當初我們的小孩子 當朱中慶打擊樂團要來的時候 其實孩子們都非常非常的興奮 然後呢在鄉下 其實要邀請到這種團體 其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然後呢這個 在朱中慶打擊樂團的時候 那種輕快的節奏 還有那種甜美的笑容 是朱中慶打擊樂團 非常明顯的一個標誌 然後呢我想這不只帶給我們池上國中 因為那一天不只我們學校 我們把周邊的國小的小朋友 也都請去了 所以我想那一天不只是一場 就是聽覺上的藝術享受而已 更是一場心靈上的一個感動跟觸動 然後呢3月13號的這個朱中慶打擊樂團 其實打出了我們池上國中小朋友們的自信 我們在3月23 我們學校在慶祝50週年的時候 50週年校慶的時候 我看見了我們孩子 欲罷不能的進場表演 我看見了我們百人太古人校慶的時候 孩子們那種響冊雲霄的那種鼓聲 還有現在常常在我們校園裡面 就可以看得到的 譬如說小朋友的樂母舞蹈的一個表演 或者是樂園樂團 或者是元母社的表演 我覺得孩子們 看見孩子們的自信 然後我覺得 就是因為看到朱中慶表演的那些大哥哥大姐姐 他們都能夠很為自己的夢想在追尋 然後這裡面我相信我們的孩子 孩子學到了原來有夢 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可以去追尋得到的 然後我想在趁這個機會 真的非常非常感謝所有的圓夢天使 有機會讓孩子們的夢想成真之外 其實趁著活動 又提供了孩子們一個成長的改變的一個契機 然後我相信十年後 二十年後 我相信未來的圓夢天使 一定就是我們現在的孩子們 謝謝大家 我們的夢想跟大家很不一樣 因為我們的夢想是把我們的特教 跟孩子們帶到台北去圓夢 那在這邊真的很感謝小葉阿姨 還有成立教育基金會的成立老師 還有那個力領志工們 所有的志工大力的協助 我們才有辦法 搭著飛機 到台北 墓葬公園 1007圓夢 我們全行有八十位的師生 特教班的孩子們出門 真的不簡單 這個夢想提出的時候 很多人說不可能 我說一定可能 這個夢想開始籌劃的時候 很多人問我 為什麼你馬上國小老師這麼勇敢 敢把特教班的孩子們帶出去 我說因為我們有神的支持 有各位大家鼎立的幫忙 這個夢想一定可以很圓滿的成功 那3月15號 我們就帶著我們的小朋友 真的是浩浩蕩蕩 我們到了台北 特教的孩子們 不管是他在生理心理上 都有不同程度的障礙 但是因為有大家的協助 大家的幫忙 我們真的很圓滿 那小朋友們 所以他不會口語化 他不會表達 但是從他的表情 從他理念 從老師們的轉達 小朋友都會得到了 一個滿滿的教育的歷程 那這個教育的歷程 不是只有我們保生國小的 特教的孩子們 我們的老師 我們的學生 得到 那 相信那個地靈也跟我們到台北去 我們也給台北的 那些所謂的朋友 所有的職工 一個 如何去對待這些 特殊孩子們的公平的環境 讓他們感受到 啊 原來我們台灣的社會 還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這也是給他們一個教育學習的機會 我常常跟他們講 這是一個教學相長的機會 那這一次真的很感謝那個 那個小艾亞醫 還有那個陳麗老師 真的真的很幫忙我們 在這邊 真的再次的 謝謝 所有在座的 嘉賓 為我們保生國小長期的支持 以及幫忙 謝謝大家 這個夢想 其實讓我一直感觸非常深 因為我們從十一月初 從國小 很早就說 我們的夢想 一開始怎麼 我看學校老師怎麼去 怎麼最後決定是要錄音 這個其實是一個工程 不是一個夢想而已 但是這個工程 這個工程從十一月 去年的十一月就一直進行了 我非常謝謝 那個時候這個夢想 其實就已經從在台北去 這些文狀的記者會 就已經開始在圓夢了 我們 搭了遊覽車 整個過程都是被安排的 不管是這些在座的人力的安排 或是神的安排 天的安排 我這些都是被安排好的 遊覽車從陳麗小 載到高雄 高雄的高鐵 左營高鐵 這些老師還有我 又帶著這些學生 又坐高鐵 坐到台北內湖 那天下著大雨 又先從台北的車站 又轉捷運 帶一票學生 這些要即將被圓夢的學生的行李 又拖到學學文創 先排演 排演回去之後 真的住得很好 是住喜來德飯店 所以我們的夢想還沒完成之前 一定有很多小夢想完成了 但是那一天 那一天預演之後 十點才結束了 到喜來的已經十點了 也沒有空享受飯店 很快就睡著了 隔天早上七點就Buffet吃一吃 非常豪華的Buffet 但是也趕快又要趕去記者會了 所以 這段過程 在十二月 我們的合唱團也一直參加 這民眾愛業的種種的記者會 但是每一場每一場 其實那個圓夢的熱度減退了 怎麼半年了還沒有被圓夢 就在這個月 現在五月 我剛才看到排序 大概我們學校應該是87 我都現在89 應該第一87個月 被完成 那那一天其實 現場 我們之前跟羅文奇 B哥羅文奇 他是一個非常 非常棒的製作人 那 他也路過了非常多的 有名的大牌的 大牌的歌星 那其實成功國小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這個夢想是很奇特的一個夢想 這個夢想 是整個過程都是被教育成要愛 其實讓我校長覺得最 我最感受到的就是愛 其實我自己覺得我沒有很愛學生 像我第一年派了三百 三四百個學生 到我自己有三個女兒 我也沒有真的很愛她們 因為很忙 就有藉口說 但是 其實為什麼安排這樣的一個夢想 整體我們整個學校都是在學習 因為學習 原來我們必須做好很多事情 我們要圓夢的這個真是一個工程 我們成功國小必須包包校長 樂隊的指導老師 必須都是準備好練習好 學生也不斷的練習 不斷的準備 我上次在當天在文道中心有分享 就是 只要我們準備好了 練習好了 最後真的就如同現場不能安排的 Kiss就來了 就比個 從那個羅企先生的身上學習到 我們整個全校所有小朋友跟老師都學習到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有愛 有愛心的人 這都我們學習的 立家國小的願望 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 生活的願望 因為立家這組比較實際 晚上一個禮拜 最高興的晚上就是到夜市吃牛排 但是他不知道牛排 原來還有那麼多的餐前菜 牛排我不知道說還有那麼多的禮 所以透過這樣一個很簡單的一個願望 事實上我們發現 整個從這個願望當中 可以看到許多的一些 從教育的角度去看到的事情 我請幾個例子 當初幫我們岩望的天使 是陳麗老師 他們基金會非常的乾脆 而且很有領望 我說校長 你們的願望來實現 他整個一個規劃 然後我就大致 我另外拜給你們做使用 結果我們這樣的一個感動 我們老師直接滑起 那時候校長 可不可以這樣 既然陳麗老師幫你 都幫助了很多的 幫人家的員工 可不可以他們的錢 就直接就放在學生身上 如果說學生花的錢 是花四萬二 那我們老師的部份 就我們自己來霧丹 剩餘的錢就搬給神力老師 他可以一起再做其他一個夢 我記得看到老師 他願意一起投入這個事情 後來是西里無法 他們幫我們夢 我們小朋友的夢 就是希望透過 有一個這樣的體驗 西餐禮 能夠到心底圖牌去想念 因為我們老師曾經 跟小朋友有談過 戴董事長 他寫給他兒子的信 所以他們說希望 也能夠保問戴董事長 那麼卸行他 這樣的努力的精神 透過愛心品牌這樣的點景 就給我夢 那這個過程當中 我也接著說 就吃個牛排 我也算一算 那時候 步入已經延遁了 我們還沒有 那這個時候 我們其實會有一個壓力 我就跟老師說 那這樣好了 其實我們 立家也有一個牛排 好夜市 我們最簡單的報告就是 立卡弘的牛排 你就把它蓋成 洗點牛排 那小朋友就可以贏了夢 那邊想說很快 這個夢想也可以實現 第一次上 730課程的時候 其實我們真的發現了 就是把這個感覺收出來 其實小朋友 那個 蘇老師真的上課非常好 小朋友的730上課完畢以後 他們真的一個很清楚的感受 原來提升生活品質 可以是一件很喜片的事情 老師發現了 因為他懂得 730這樣一個禮貌 禮貌 結果他們的態度 更有禮貌 那麼我享受 730的氣體的流環 我們也很感動 這樣一個起爹的七盒 那一天 他們的政務副總經理 專程從台北來下來 打扮成聖誕堂公公 那麼帶著他們的團隊來迎接我們 從迎接入座點餐 還有送給小朋友 小小的聖誕堂公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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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大能够跟他们学习 能力业大能够帮助更多的 不孝后面 我们老师就说了 看到小朋友这样 看到小朋友受益 那么我们老师有受益 因为小朋友他懂得去吃 在西餐用礼的时候 会有餐前祷告 跟各位做分享 从那一次以后到今天 我们立家国小中午用餐之前 我们的前校的餐前祷告 对于感恩跟祈福的态度 已经成为了我们立家一个 很美好的喜好 我想这个就是 这样一个延伸下 小朋友他懂得去吃 我想立家国小 跟很多的学校都是一样 孩子呢 都是除了学校教育之外 他们都需要一些社会资源 因为过几年以后 他们都是社区的人才 也都是我们职场上的一些能力 如果在他们增长的过程当中 学校教育之外 他们也能够感受到 接受到社会职业 其实对他们的能力的增加 只有很大的帮助 整个 我们当初呢 接着说有一个西餐 差不多要一个月的餐会 真的要这样花吗 结果现在这样看 真的就是不同的 他们的教育 还有整个案件的不足是有限的 然后 我们一直在构思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做法 包括我拜托每一个学校 就说要把圆梦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文字 或是影像的记录都保存好 因為我想我們要來完成一個出版品 而雲端艾燕已經變成了一個很珍貴的經驗 在今年美國的圓一王的團隊 他們會在矽谷發動一個類似雲端艾燕的活動 這個艾的工程將永不停歇 我們會研討出一個最好的方法 讓它永續下去 我所謂最好的方法永續下去就是 不是依靠毛建廷也不是依靠陳妍燕 而是會真正架起一個平台 是讓所有的人都可以藉由他們的愛心 實質地來幫助台東的孩子 我要在最後來感謝很多的人 包括我們王校長他的感受一定很深 因為他的另一半秀美老師 那時候整個雲端艾燕的project裡面 兩個fulltime的人 一個叫俞明燕一個叫陳妍燕 那教育處有一個fulltime的人負責雲端艾燕的就是秀美老師 他做完雲端艾燕之後就退休了 我聽到他要退休的消息我嚇一跳 我說主啊老樹王 是不是我把秀美老師 結果秀美老師說完全不是 他有跟我講過說他很感恩這個雲端艾燕的參與 他說讓他有他這個退休生涯的規劃都出來了 那我要特別感謝我們教育處處長 我印象很深刻 當這個願望攤開來 我在跟教育處開會的時候 教育處長就有點激動 這不要緊張了喔 這 尤其是那個 有時間這個學校的廁所 你知道嗎 他覺得說 這個 是我們公務門該做的 怎麼去跟社會抹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說不要 我說我為什麼要說雲端艾燕 就是我知道你教育處窮窮窮窮窮窮窮的要命 我說除非真的社會目不到 我們再來目 再放棄 我說社會如果要認得 就用社會企業的資源好不好 是我去追捕他喔 但是後來呢 他很堅持 他就叫教育處報計畫 然後他就去 開始去跟 就是我講的 就是政府的思維開始改變 因為雲端艾燕的關係 你知道 教育部也是我們的圓幕天使嗎 教育部任養了九間廁所 只留一間 就是三民國小的給富邦 齊經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真的 我們要掌聲給教育處 然後當然 很多人都說 台東最大的圓幕天使是誰 就是現場 你們可能都比較關心這八十九個願望實現 可是事實上在我心裡頭 我的負擔都是那個還沒實現的三十一個願望 會常常在我跟現場的腦海裡面 一直一直出現 我們最在乎的是還沒有實現的 我覺得是上個月還是上上個月 因為縣市長固定要跟總統 後面開會的時候可以 每一個縣市長可以提兩個願望 可以提兩個請求 那我記得 縣長就很 很 就在前一天就告訴我說 我明天跟馬東龍見面 我要提兩件事 第一個 東海國中的 體育館 那個就在他們願望裡面 因為東海國中 長期以來沒有一個思念的體育館 他們連半邊連以下雨什麼 都沒有場所 但是那個要多少金額 那個很恐怖的金額 然後他第二個 他說第二件事就是 圖書館跟游泳池公共的企劃 都跟教育有關 都跟孩子有關 所以我們在座很多都是教育的工作者 我們真的是孩子人員夢天使 我們能夠做的絕對不會少 我常常很奇怪 我怎麼老還會聽到說 有那個夫妻在吵架的 我都覺得說 你那麼閒 夫妻還會吵架 要不要來做我運動愛演的EGO 真的把我們的時間 都花在有意義的事情上吧 縣長的心意 是希望台東縣23萬的居民 都能夠安居樂業 那我知道神的心意是什麼 神的心意是希望我們人人富足 那我常常在禱告的時候 我也問不住 為什麼台東這麼窮 我看到台東處處是你的恩典 我們的好山好水就是你的杰作 我們的族群有四個族群這麼的多元 也是你造成的 但是這一群人民這麼有天賦 這麼有才華 但是為什麼我們這麼窮 要怎麼做台東才可能不窮 才可能脫離貧窮 上帝就賜給我們 其實他給我們每一個人 都不一樣的恩賜 比方記憶就能夠當建築師 我就沒有辦法了 明訊那個IT什麼什麼什麼都 他講一大大 他每次開始跟我講高科技 我就不啥啥 我都聽不懂 他就聽得懂 我們每一個人身上 都有很多不一樣的恩賜 這些恩賜就是為著神要使用我們 來去給不足的人 所以在哥林多厚書八章十二到十五節裡面 他說 他說 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 必蒙越納 乃是造他所有的 並不是造他所無的 在我推崇禹拜愛宴的初期的時候 這個經節給我很大的信心 神一直告訴我 你去做就對了 你做就對了 因為我不會要求你給你沒有的 是造你所有的 不是造你所沒有的 然後他說 我原不是要別人輕省你們受累 乃要均貧 所以神對我們的心意就是 我們應該是一個均貧的社會 就是要把你的富裕 補給他們的不足 使他們富裕 將來有一天 他也可以補你們的不足 這樣就均貧了 經常記得說 多收的也沒有魚 少收的也沒有缺 所以 你富足嗎 你覺得你富足嗎 我常常用底下這個經節 來醒示我 富不富足 這裡說 耶和華說 賜得福使人富足 並不加上憂慮 所以我每天睡覺前我會 反省自己還有什麼憂慮 如果我還有憂慮 那表示我要的東西 不是由神而來的 因為由神而來的是我富足 沒有半點憂慮 如果我有憂慮 表示我追求的東西 要嘛就是出於我的私欲 要嘛就是魔鬼撒旦的謊言 是我不該去追求的 所以真正的富足 對台東而言 也許不是很多的經濟的指標 但是我看見 神要賞賜給台東的富足 卻是這樣子的景象 多收的也沒有魚 少收的也沒有缺 那這個資源分配的管道是什麼呢 不是政府不是企業也不是NGO 不是任何的事情 這個應該就是我們說 這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就是愛 所以謝謝你今天晚上來到這裡 替我們分享 真的一份禮物 可以帶來一個希望 讓我們一起相信 愛能改變世界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